被建平准备了100万奖金 200万奖金 嚣张的日本拳王来华踢馆 发布会不仅推仓挑衅杨建平 而且还对着杨建平骂骂咧咧 如此嚣张的行为 也是将杨建平彻底激怒 擂台使出夺命裸脚将其降服 面对不堪一击的孤山戏 日本官方也是非常生气 在中国擂台丢了面子 于是就派出日本大队长上山智晓 上山智晓是日本空手道的五贯王 所以这家伙丝毫不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 并且还嚣张放话 扬言中国选手都有一群菜鸟 跟他交手撑不了一个回合 此次的目的不仅要找回面子 而且还要向中国人证明日本空手道的厉害 面对不知死活的日本选手 杨建平则是丝毫不惧 霸气前来迎战 势必要给这家伙上一课 杨建平作为中国优秀的抗日猛将 一旦遇到日本选手都会枉死的大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杨建平如何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日本选手直接就悲息偷袭 杨建平则是后撤躲开 看到日本选手如此阴险毒辣 杨建平也是丝毫不惯着他 压制上去打板击 吓得上山至小用刺拳控制距离 杨建平看准机会猛扑上去 直接将日本选手推到在地 上山至小还想起身回战力 奈何杨建平根本不给他机会 此时在地面的日本选手 疯狂的翻转眼看着就要逃脱 杨建平则是紧追上去 搂腰暴摔在地 随后用出绝招断口台 疼得日本选手疯狂挣扎 杨建平不断调整有效的位置 这个时候看到 上山之小啊 他的这个 缠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但这个时候 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到 挂得再高一点 有没有有没有 看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说是翻过去 可能就要睡着了 看到毫无反抗的上山之小 下的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 杨建平以绝对的实力 给嚣张来华的日本选手上了一课 用夺命的断头台躺吃擂台 被医护人员用担架台下擂台 擂台上一旦遇到日本选手 像这种骨子里自带仇恨的 一般都很难掩饰得住 最终杨建平以降服的方式拿下胜利 并且获得了200万的奖金费 杨建平好样的 为国争光 为谢平准备了100万奖金 200万 200万奖金